我感觉这个话题挺好的 好 这样好 想了 享受老年生活 OK 60岁退休 现在60岁真不算了 你看大街上 你看那个眼睫毛都是60岁左右的 我感觉呢 这个李老师讲挺好的 想了我觉得有一种 就是要心安 心不安你在哪都养不好 心安非常重要 今天有两个消息 造成人们心里波动很大 一个是房价 大城市上海北京 50万60万往下掉 银滩 3万2万也在掉 很多人心里很不安 有房子多的 买了高价房子心都不安 我们都无所谓 2000多块钱买的 无所谓的 无所谓 弄电了 我就不相信 这个房间闹的人们心不安 还有一个就是 所谓核污水的问题 日本干了一件很坏的事 不管你对海洋影响多大 长期往海洋排污 这是非常不道德 全世界都应该潜着的事 我今年是5月底 5月3日回到银滩 最近各处转来转 南海新区银滩各个地方都开车转来转 我感觉去年这一年银滩是变化最大的一年 表现了几个地方 咱们高铁通了 高铁通了 现在这个利用的并不是太理想 没有直达北京上海的 没有直达西安的 这三个方向都不太方便 但是济南很方便了 最快的不到两个小时 银滩到济南 乳山南到济南 再一个 乳山市去年12月那个大医院建设好了 这对银滩是非常好的一件大好事 乳山市办了一件大事 投资16亿 投资16亿不是瞎说的 医院大厅里写着的 就没开商之前的一个月我去医院大厅写着的 而且它的建筑 这里转了一个多小时 各个楼转了一个多小时 规模非常大 现在是咱们北京过来的 北京大概301医院的规模 可能据说大一点 其他医院没有这么大规模的 上海更没有 天津 基本上也没有 所以乳山市看得非常长远 为这个养老事业办了一件大事 养老第一首要的是医疗 刚才说的是交通医疗 其他呢 这个银滩今年开了不少店 建了两个商城 前几天我去南海新区 就开车路过那个隐秀商城 隐秀商城基本上 从外面看已经建好了 淡灰色的墙面 规模很大 西边就在银龙湾的南侧 青岛立群头的项目 这个项目已经十多年了 现在这个建筑已经一层二层了 说明大企业还是看好这个地方 否则它不会投入 建个大商场建个商城不容易的 这两个商城一个东部的一个西部的 它有购物有餐饮有这个电院 就类似乳山的酒龙会 那种经营模式我感觉非常好 不是像过去那样就是卖货 现在单纯那样维持不了 在前几年我在这个隐秀商城 问过建筑出地的负责人 我说这样银滩冬天人很少 商场维持很困难 你们怎么想 他说我们主要是为在校的三万多名大学生股 所以大学那个西区西校区 建了以后根本已经很大 这样呢我们就不担心这个问题 银滩总的交通解决了 这个就医解决了 这两个大商城的购物解决了 不就是 还有下来供暖问题 供暖问题正在推进 我觉得这些事都是大好事 今年银滩开了很多饭店 我们住的那个大清二区 有条小商业街 今年各个店都开起来 车停的比往年多得多 有人说今年银滩人来的少 但是路上的车非常多 那个银龙岸夜市延长了几百米 比往年 每天晚上我们去活动 路过那个夜市路口 每天都拥堵那里 几分钟才能通过 每天都这样 今年我看了两个就是饭店 一个是银滩西部 潮汐湖边上的叫关海楼 是吧 103件对面 规模非常大 晚上我五点多进去 大概有一百多人在一楼就餐 二楼还有很多房间呢 可能是银滩最大的一个饭店 前几天咱们在这个映像银滩 去了两次 这个假期人员就餐的也很热闹 还有你录像那个 就是原来卖一些出口剩余那些物资的 哦 那里规模也很大的 对 原来是个超市 叫森茂什么酒店吧 就是 二层楼 二层楼对 规模也很大 这个映像银滩我问了一下那个 负责的 一个女同志啊 我说我估计你这个饭店装修至少得二百万 他说就是花了二百万 三层楼 人们敢投 这三个饭店说明人们是下居心投资了 不是一般的投资 对于我们来说那是很大的投资 说明人们是看好银滩的 看好银滩的 青岛立群敢于在这里建商商 建商城 是看好银滩的 不看好的绝对不会往这里扎钱 那一弄是几千万的事 不是小钱 今年呢 那个 我家呢 来了 九家亲戚 二十多人 今年是到的最多的一次 原来呢 没有这么多人来银滩 最多的一次一家 就是几个人来的 十一个人来 那是最多的 今年这九家 当然这个 陪的也挺累 他们 有四家在这里常住了 租房的常住 原来说什么呢 说你老宣传印单 我们觉得你一直是 在忽悠 我说都是亲戚 我忽悠你们干嘛 我一直 零六年去我就觉得好 今年是第十七个夏天 我插句话行吗 这个接待的话 是贪自费 是你赔钱的 还是怎么样 多多种形式 有四家是租房 租房住几个月 有的是常年住 还有就是临时来住半个月 但是你也有个街坊 送别 也得招待一下 有的要陪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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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不陪 陪不过来 哈哈哈哈 就圈德云禅 得来的好处 对 所以要少许 他们原来不相信我的话 现在说了 我们以为你原来是瞎唬 他们来住了几个月以后 觉得好 这亲戚陆陆续去来了 心脏搭桥的 心脏支架的 哎呦 高学压的 他们感觉自己感觉好 我今天五月份来 五月底来 他们四月份就来了 有的亲戚就是听人说 这里好 他来了 所以 所以 我就插你话了 你看我来做年 尤其我搞这个 英文学院 在天津院里很大 我来上那去 都不说了 我给你们定个结论 想去你们组团 我对一个人说 我们安排冰管 安排吃肉 一个人 因为我的保育 我17年以后 每年就基本都来人 我有丰富的经验 你就陪想不要紧 没的经历 是是 没的经历陪他们 是是是 八月份有一个 北京小年糕有个群 他们说 我们希望到云南看一看 我说不行 现在我实在接待不了 你来了我能不陪着吗 请顿饭都是小事 可以不陪吗 你得整天开始陪着 真的 这个经历是很大的 你几天 四五天 你得全陪有些 想很多办法 不能累自己 音谈不能累自己 很多人都累怕了 是 累怕了 OK 咱们那个好处是什么呢 在北京啊 我中世游单位 外地很多人 咱们去了以后 对我们非常好 照相 全培 最后在北京 我们吃的饭都很困难 为啥呢 你接待能力有限 你抱一次 好的饭店 两三千块钱很容易 很随便的事 好的都五千了 嗯 你接得不起 住你更接得不起 我在银摊 这几个自由了 吃饭 你看 大盆 这个 这个牡蛎 上 很容易的事 房子 我两个房子 有一个就专门 就就就给别人住 住就住吧 在这里 确实感觉很自由 你看场地 在北京市啊 咱们那个 银罗湾那个场地 在天津北京 上海 我觉得 找不到那样的地方 噪音就受不了 哦 城市限制你活动 不许许 济南 济南有个老哥 在那个 松树林里 吹那个 萨克斯 我说感觉怎么样 哎 在这里我能吹 在济南公园帮上吹 在城市 老年人的活动 是很少 老年人不能 常常 银摊现在 前几年我数了数 大概银摊 活动广场 文化演出广场 有十二三个 现在有 从东到西 十二三个 对 就是很多人 为什么喜欢这儿 他在这里能唱歌 有一个朋友 他说 为什么喜欢银摊 我在这儿能跳舞 能常年的跳舞 他就愿意来 在这里 政府也支持老年活动 真的很支持 就是 场地提供了很多方便 我感觉 总来说银摊 这一年变化是非常大的 超 这一年超过去五六年 我感觉 对 干的事 现在这个 路又在铺 长江路一铺 跨海大桥一建 整个就好多了 这个好多了 慢慢再电化 再完善 指望一天 银摊开发才三十年 你指望 现在达到北京上海的水平 绝对不可能 但是 有个教授说了 前几年有个教授说 银摊的自然环境 北京上海 永远达不到 不完善的地方 他可以逐步的去完善 但是环境你改善不了 是不是 就这个意思 好了 好 OK